而且在国内禁毒和打击恐怖主义等棘手问题上也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 不得不说杜特尔特是个聪明的领导人 中国帮助菲律宾的国内经济重新走上上升的通道 但是最近杜特尔特变得有些膨胀 在利益的驱使下在台湾问题上触及了中国的底线 菲律宾与台湾方面签署了投资保障协定等7份文件 此事严重影响到两国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做出回应 表示中方已就此向非方提出了交涉 希望非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菲律宾近年以来之所以经济有很大提升 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中国的帮助 但这次杜特尔特的做法显然触及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南海 南海问题刚刚得到缓解 这次菲律宾却为了经济利益采取错误决策 要知道中国不会在核心问题上做出让步 就算面对具有强大军事压力的美国也是这样 挑战中国底线必将遭受到中国的强力反制 新加坡就因为触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 而受到中方的反制 一些装甲车在中国台湾经香港转运回国时 遭到海关扣留 新加坡经过多方调解才要回装甲车 所以说菲律宾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 如果想和中国继续友好的发展下去 就不能单方面看待台湾问题 中国不会永远个别国家因为经济利益而破坏两岸关系 菲律宾胆敢玩火肯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果杜特尔特想丢了西瓜捡芝麻 刚刚回暖的势头也是经不住折腾的 趁着中国还没出手 现在收手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不要触碰中国的红线 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明» 中文明